我们今天继续来给大家玩迷你世界的小游戏地图 我们今天想给大家普及一些火灾的知识 所以我们给大家玩的地图叫做火口逃生 OK我们开始 点击上方小车进入商店购买道具吧 我为啥非得买道具呢 我们来看看 发生火灾时应该怎么办 应该选B回答正确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到了15楼了 这其实是一个火灾的一个知识库 这个对我们还真是很有用的 发生火灾时小朋友可以参加火灾抢险活动吗 A能 B应该能 C不能 C 怎么玩啊 我们用灭火器来点一下C 没有反应啊 发生火灾时小朋友可以参加火灾抢险吗 当然是不可以了 所以这是我能玩法不对吗 这里是一些小知识啊 我们空手来选一下C 回答正确 接下来呢我们到了第14楼 一共是15关 16关 找火时你应该怎么做 A 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2 蹲在角落 C 躲进衣柜 如果是地震发生的时候呢 大家是可以躲在这个角落里的啊 但是呢 如果是找火的时候 大家是不能躲在角落里的 因为火呢会把整个房间呢全部烧到 所以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啊 防止这个有毒的烟进入到我们的肺里面去 所以我们要选择的是A 好 回答正确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第13楼 看我们能不能顺利的从这个房间里面逃脱啊 什么东西不能随便玩 A 电源插座 B 鞋子 C 遥控器 那显然是A了 电源插座呢有这个触电的危险 同时呢也有可能会发生这个短路火灾的风险 哪个是逃生标识 A 紧急出口 B 注意安全 C 禁止烟花 那显然是紧急出口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志 大家看到没有 也就是说在火灾的时候 大家不能坐这个电梯 而是应该从这个楼梯沿着这个exit 就是绿色的出口标志出去 才可以 所以我们这一题呢应该选择A 我们现在到了第11楼啊 11楼又出现了一个题目 叫做11月9是什么日子 119是这个火灾的电话啊 A 我的生日 B 消防安全宣传日 C 吴大爷的生日 吴大爷的生日可能也是对的啊 但是我选择B 回答正确 我们到到了第10楼 当你发现火灾 第一时间是 A 呼叫附近的人 B 看着 C 不关我事 火灾的时候应该大声的喊 着火啦 着火啦 然后呼叫旁边的人来救助我们 所以我们应该选择 A B B